大家好,歡迎來到NTUCGN 今天我們要繼續介紹DP24強化的牌組 今天要介紹的是人造人電子機器人 人造人電子機器人是在初代戰鬥城市篇 城之內對旅場的決鬥中登場 這個是城之內在戰鬥城市的第一場決鬥 那當時他就面對了這個非常強大的人造人這張怪獸 在旅場敗北之後呢,人造人改為由城之內使用 因為他的陷阱封鎖能力非常的強大 多次在危機之中拯救城之內 在利希德戰跟馬力克戰都有出場 而且都有起到非常關鍵的反擊作用 之後在遊戲王GX裡面,人造人還有再次登場 他化身成一個鬼魂出來展示人造人牌組 而且在劇情中後段有一集是描述電子流他們的對手 就是在電子龍以外有另外一個機械組的流派 那個流派所使用的就是人造人電子機器人 大家可以再去複習一下鬥哥之前做的人造人的影片 這個是一年前的影片 人造人的使用者超能力旅場 他是城之內在戰鬥城市的第一個對手 他在戰鬥城市的第一戰中就擊敗了之前的全國亞軍 硬漢龍騎 那當時龍騎還告訴城之內說他有超能力會看穿對手的手牌 那其實他只是一個普通人 是因為他的弟弟們都在遠遠的大樓上面偷看對方的手牌 其實現在回頭來看這個設定有點不太合理 他的弟弟們的勢力推測應該他們家有肯亞協同 勢力非常的好可以從那麼遠的地方看到這麼小的卡片 而且假如說用這種方法還要把訊息傳送給旅場知道的話 他每一個動作應該會非常的慢 所以他中間會有很多裝模作樣的那些動作 好這樣子旅場其實被拆穿的機會是非常高的 人造人電子機器人他是一張早期非常強大的卡片 好他的名字其實叫做Psycho Shocker 意思其實比較接近練力正哲哲 他是一張六星的怪獸 攻擊力是2400 守備力是1500 他只有一個永續效果 此卡在怪獸區存在 雙方場上的陷阱卡不能發動 而且場上的陷阱卡效果會無效化 這個是一個永續效果 不需要發動 上場就會直接生效 而且人造人只能夠無效場上的陷阱卡 在墓地的陷阱卡是不會被無效的 好這就產生了一個萬年的問題 就是同樣擁有永續效果的技能剝奪 跟人造人到底誰會有效 誰會無效 那因為永續效果是只要在場上就會立刻生效的關係 所以假如說先有技能剝奪的話 場上的怪獸會全部無效 所以人造人如果在技波之後上場的話 他的效果會被無效 使得對方的陷阱卡全部都不會受到人造人的效果影響 相反的如果是人造人先在場上 場上的陷阱卡都會被無效 那麼當人造人在場之後 技波才發動的話 技波的效果會被無效 就不會影響到場上的怪獸 所以誰會有效 誰會無效 就是看誰的效果在場上先試用 先試用的一方會有效 所以就看誰先出來 之後還有出一些人造人系列怪 這邊稍微介紹一下 第一張是人造人念力回歸者 他是三星的暗屬性機械組 攻擊力是600 守備力是1400 這張卡通常被叫做是小人造人 他可以直接攻擊 他有一個誘發效果 是送墓地的時候可以選擇墓地一張人造人念力正則者為對象來特招 在自己結束階段破壞 早期大家就是利用這個效果搭配未來融合 從牌組送三張小人造人跟三張人造人進去 那三張小人造人就可以復活三張人造人 並且創造7600分的打點 之後未來融合的效果已經被改掉了 那要注意一下他這個效果是10選發 會有錯過時機的問題 尤其非常麻煩的一點就是 當作link素材的話會不能發動 因為link召喚的話 進入墓地有一個後續動作 是要把link怪給特招出來 所以這張卡當作link素材是不能發動的 這也使得說小人造人在現在的環境裡面不太好用 第二隻是念力嵌入者 他是中人造人 他是一隻四星暗屬性機械組 攻擊力是800 首輩力是2000 他有一個效果是在場上或是墓地的話 他的名字會被視為人造人念力正則者 好那以下我們介紹的話講人造人就是指 一開始的人造人念力正則者 他在場上或墓地可以當成人造人來使用 好第二個效果是啟動效果 解放日己從牌族檢索一張人造人怪獸 好這邊的話就變成是檢索人造人怪獸 好等於是系列怪再加上原本的人造人都可以檢索 之後呢確認對手的魔線區蓋牌 如果對方有覆蓋陷阱卡的話 依照那個數量從手牌特招人造人怪獸 所以是兩段式的效果 先把自己解放掉 抓了一張人造人怪獸之後呢 看對方的蓋牌 如果蓋牌裡面有陷阱卡的話 可以依照那個數量特招自己手牌的人造人怪 所以假如說對方有一張陷阱卡 你就可以把你抓到的那張人造人直接特招上場 好第三隻是念力零組 他是大人造人 他是八星的暗屬性機械組 攻擊力是2600 手臂力是1600 比原本的人造人多了200的攻擊力 這張卡片不能通常召喚 必須要送目自己場上表測的人造人 從手牌特速召喚 他跟原本的人造人一樣有封鎖陷阱的效果 在場上的話 對方不能夠發動陷阱卡 場上的陷阱卡效果一樣會被無效化 他的效果是 一回合一次破壞場上所有表測陷阱 並且每一張扣對方300分 好這個召喚條件其實蠻麻煩的 能力值也沒有提升多少 所以這個目前也是比較少用的一張卡片 好在旅場的這場決鬥中 還有登場一些配角 我們來介紹一下 好第一張魔鏡導士 他的效果是 表測表示被對手攻擊的話 對方要扣血 扣那隻攻擊怪獸的攻擊力數值 自己在傷害計算後會破壞 而且這是必發效果 所以被打一下他就會爆掉 好第二隻 魔導電子巨人 他是戰士族怪獸 對方場上的怪獸 如果比自己還要多兩隻的話 就可以從手牌特招 這個是早期的電子龍 他是規則特招 好第三張 電腦征服器 他只能裝給人造人 而且他的發動不能夠被無效 如果人造人戴了這個帽子之後 自己的陷阱就不會被人造人影響 但是有一個副作用就是 這張卡片離場的時候 裝備怪獸的人造人也會被破壞掉 好第四張是陷阱卡 念動衝擊波 他的效果是 對方發動陷阱卡的時候 可以連鎖他發動 捨棄一張魔線作為代價 從牌組特招一張 暗屬性機械組的六星怪獸 這張卡並沒有綁定說 一定要特招人造人 但是因為對方發動的是陷阱卡 所以用他的效果來特招人造人的話 會連帶的將對方發動的陷阱卡給無效 注意一下他這張卡本身是二術 所以不能夠接在三術的反制陷阱後面來發動 好那以上這些就是零星的人造人怪獸 他並沒有構成一個系統 所以在這次的DP24暗民的決鬥者篇 出了七張新卡來強化人造人這部牌組 其中有三張是怪獸卡 而且都是以前的怪獸卡的強化版 另外四張是魔法卡 都是漫畫裡面的場景 像是這張宇宙的法則 還是這個宇宙的交信 還有這不朽特殊合金 還有這個電腦雷射光 這些都是漫畫裡面的場景 第一張威脅的人造人 念力震撼者 他是人造人的七星的版本 他是一張七星暗屬性機械族的怪獸 攻守跟人造人是一樣的 一二效果一回合可以各用一次 第一個效果 我方或對方場上目的 有陷阱卡存在的場合可以發動 此卡從手牌特殊召喚 這個效果特殊召喚的指卡 這回合等級變成六 好這個是一個 手牌的啟動效果 屬於效果特招 只要雙方的場上或是目的 有任何一張陷阱卡的話 都可以從手牌發動 然後這個並不是他的召喚條件 這隻威脅的人造人 他是可以通常召喚的一般怪獸 那也沒有殊勝限制 第二個效果 雙方回合主要階段解放指卡來發動 將人造人一體從我方手牌目的特殊召喚 之後對方場上的陷阱卡全部破壞 如果有覆蓋卡的場合可以確認 好這張人造人其實比較接近原作的設定 他變成是一張七星怪獸 而且還有這個陷阱搜索的這個能力 好那因為是雙方回合的主要階段 所以在主要階段的話 這個效果是一個惡數的效果 可以解放自己從手牌或目的特殊人造人 不過很可惜的是 沒有辦法從牌組特殊 所以你要發動他的效果 等於說自己手牌跟目的裡面 一定要至少有一隻人造人可以特殊 之後呢破壞場上陷阱卡的效果 是連續的動作 等於說你發動效果之後呢 會直接從特殊處理到後面的破壞陷阱 中間並不會有插入連鎖的時間 所以是連續的處理這樣子 好那因為他要解放自己才能發動 所以效果處理的時候 他並不在場上 所以不會受到技能剝奪的影響 等於說你可以用他的效果 來破壞對方場上的技能剝奪 那假如說在處理連鎖之中 因為人造人離開了墓地或是手牌 那造成說這個特殊沒有成功的話 後面的這一段也不會再繼續處理 好那大概是這樣子使用 比如說你墓地裡面有一張陷阱卡 跟一張人造人 當然陷阱卡可能在對手墓地也可以 好那對方場上有兩張不知道的蓋牌 你就可以從手牌特殊召喚這個威脅的人造人出來 然後並且變成六星 好上場之後呢 他可以發動他的第二個效果 解放自己 然後把墓地的人造人給特殊出來 好然後再確認對方的蓋牌 其中有陷阱卡的話就把他破壞掉 第二張宇宙的法則 是一張通常魔法卡 對方可以從自己手牌或牌組 將一張陷阱卡在他的魔法陷阱區覆蓋 有覆蓋的場合 我方可以從牌組特殊一張人造人 如果沒有覆蓋的場合 我方可以從牌組將一張人造人 或是有技術人造人的怪獸卡 一張加入手牌 好那這個就是系列專用的檢索卡片 好那他是這樣子使用 你就可以發動這張宇宙的法則 那讓對方選擇要不要 覆蓋一張陷阱卡到場上 好那假如說他選擇覆蓋一張陷阱到場上的話 你就可以從牌組特殊出人造人 好那要注意喔 因為這個效果所覆蓋的陷阱卡 是在雙方確認之後呢 再把他覆蓋到場上 那陷阱卡的基本規則 就是在覆蓋的當回合 不能夠馬上發動 必須要過一個回合才能發動 這是他的基本規則 那另外一點要注意的就是 他是一張理測的卡片 雖然說雙方都知道他是一張陷阱卡 但是在規則上他還是視為是未知情報 好有可能是魔法卡或是陷阱卡 好所以說你手牌如果說有這張 威脅人造人的話 好對方場上這張理測卡片 是不能夠當作威脅人造人的特招條件的 好因為他是未知的狀態 並不確定他是陷阱卡 好所以不能夠特招這隻 好那假如說對方沒有覆蓋的話 他選擇不要覆蓋陷阱卡的話 你就可以檢索人造人系列的全部怪獸 好包括說威脅人造人還有人造人本身 還有之前出的三隻人造人怪獸 好都可以檢索 那不只如此呢 他還可以檢索效果文裡面有記載人造人的怪獸 就是在這個DP24裡面出的最新的兩張怪獸 好這兩張的效果都有記載人造人 好所以也可以檢索他們 好所以這張宇宙法則在這副牌裡面是還蠻重要的 可以檢索系列怪獸也可以讓人造人早點從牌組裡面上場 好第三張魔境導士念力獻戒者 他是原本魔境導士的改效果版 一樣是四星光屬性機械組弓手是一樣的 一二效果一回可以各用一次 第一個效果召喚特招成功的場合可以發動 記載人造人的一張魔法陷阱加入手牌 跟上面的宇宙法則檢索範圍很類似 但是他是檢索魔線 召喚特招成功就可以檢索本系列所有人造人的輔助魔線 好你也可以檢索剛剛那張宇宙的法則 第二個效果磁卡以外我方怪獸被對方攻擊的傷害計算前可以發動 攻擊怪獸跟磁卡破壞 好那這個效果跟原本的很不一樣喔 他除了是改成其他的怪獸被攻擊以外 他也改成了選擇發動了 對方如果打你場上的其他之怪的話 你可以選擇在傷害步驟的傷害計算前來發動 好將對方的怪獸跟他自己給破壞掉 好那如果說對方先打他的話就不會發動這個效果 好等於是你變相的保護自己其他怪獸不會被攻擊 好就是讓對方一定要先打他 好才不會被爆掉 好那當然你也可以選擇不要發動 那就會正常的處理那次戰鬥的結果 好那這張魔鏡導式的話就是 召喚特招可以檢索的系列魔線 好不過很遺憾的目前的系列魔線也只有這樣五張而已 其中的四張是DP24新出的 然後一張是舊的電腦征服器 好那現在也還沒有出有記載人造人的陷阱卡 好那不知道以後會不會再出 好那總而言之最主要的還是要檢索這張宇宙的法則 第三張新的怪獸是念力電子巨人 他是六星暗屬性的機械組 把原本的魔導電子巨人改成了機械組 攻守也是一樣的 一的方法特殊召喚一回合只能一次 二效果一回合只能使用一次 第一個效果 對方場上的魔法陷阱卡 比我方場上還要多的場合 此卡可以從手排特殊召喚 好那這個效果裡面沒有說要發動 所以他就不需要發動 他是規則特招 而且他也不是他的召喚條件 本身也是一隻可以通常召喚的怪獸 第二個效果 我方場上有人造人存在 此卡對對方的效果怪獸攻擊宣言時 可以解放此卡發動 將對方內置怪獸視為永續陷阱 表測表示放置到對方的魔法陷阱區 好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解場效果 好那就是他自己攻擊宣言的時候 把他自己解放掉 把攻擊的目標怪獸變成永續陷阱 放到對手的後台 好那因為是只能針對他的交戰怪獸 所以他是一個非指定的效果 而且是相當特殊的解場 目前還沒有任何其他的怪獸 有這種解場能力 可以把對方的怪獸直接打到後台去 好再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如果放到擺盪區的話 因為你的格子是可以自己選的 假如說你選擇對方的最左邊 或是最右邊的魔線區的話 好就算你的攻擊目標 原本是一隻擺盪怪獸 也會因為被視為永續陷阱的關係 所以不能夠使用他的擺盪效果 跟擺盪刻度 好這個是還蠻特別的一張卡片 好那大概是這樣子使用 比方說對方場上有一張非常難解的 有抗性的大怪 你就可以發動這張宇宙的法則 那對方假如說選擇覆蓋的話 你就可以特招一隻人造人到我方場上 你自己的魔線就比對方還要少了 所以你就可以從手牌特招這個電子巨人上場 然後對對方的抗性怪獸發動攻擊 好那在攻擊宣言時你就可以發動效果 把他自己解放掉 然後把對方的怪獸變成永續陷阱放到後台去 好那當他變成了一張永續陷阱之後呢 他就有機會被我方的威脅人造人給破壞掉 好大概是這樣子使用 再來介紹這次新出的魔法卡 第一張和宇宙的交信 他是一張永續魔法卡 第一個效果 將原持有者為對方的 我方場上一隻怪獸送墓地可以發動 從手牌或墓地特殊召喚一隻機械族怪獸 意思就是說原本這隻怪獸是別的 然後透過某些方式轉移到控制權 你可以把那隻怪獸給送墓地 從手牌或是墓地特殊召喚一張機械族怪獸 就是搭配洗腦精神操作或是大捕獲物 還有新的人造人超量怪跟交血鬼這樣子等等 奪取控制權的卡片使用 包含說像是原本對方墓地的卡片 用自律行動裝置復活到我方場上 這也是一種原持有者為對方的狀況 特招的目標一樣是從手牌跟墓地 要發動的話也是需要在手牌或墓地已經存在有機械族怪獸才可以使用 將拿到的怪獸送到墓地可以特招手牌或墓地的機械族怪 不一定要是人造人 可以是其他的任何的機械族怪獸都可以 第二個效果我方場上有人造人存在 對方抽牌階段對方通常抽卡時 宣言一種卡片可以發動 確認那張卡片如果是正確的場合 只卡送墓地然後我方從牌組抽一張牌 好那就是可以提前確認對方抽到的卡片 如果說宣中的話就把他自己送墓地然後抽一張卡片 資源沒有增加所以這個第二效果並不是很好用 再來是速攻魔法不朽的特殊合金 好這個是在原作裡面層次內用時間魔術師 結果對於人造人無效的橋段 自己場上有人造人的場合可以選一個效果發動 第一個選擇是自己場上機械族怪獸直到回合結束為止 不會被對方的效果破壞 就防止效破的 第二個選項是自己場上機械族為對象的魔法陷阱 怪獸效果發動的時候可以發動 該效果無效 那就是防止定或是防效破的速攻魔法 好雖然說他有綁定要人造人在場 但是你所保的對象不一定要是人造人 不過人造人要在場這個條件還是比較麻煩 所以目前一樣這張卡是不太實用 好再來第三張是人造人的攻擊招式 電腦能源衝擊 好在原本的漫畫裡面叫電腦雷射光 那效果是場上有人造人存在場合 以場上一張卡片為對象可以發動 該卡片破壞 此效果破壞到陷阱卡場合 以下效果可以選擇一個適用 好也可以不要適用 第一個選擇 場上表測表示一張卡片到這回合為止無效 第二個選擇 是我方場上全部的人造人攻擊力上升800 好他只能上升人造人 不能上升其他人造人系列怪獸 好那這張還算實用 因為他是任意的破壞場上一張卡片 好那後續這個效果也是接連處理的 將一張表測表示卡片無效是非指定 要無效的目標是在效果處理的時候才選擇 接下來還會再出一張VP20的新的超量怪獸 他是人造人 念力堆疊者 是階級6的怪獸 暗屬性機械族 他的素材是泛用素材 只要任意的等級6怪獸乘以兩體就好 一個效果一回合可以各用一次 第一個效果拔一個素材 以對方場上表測表示一張怪獸為對象發動 取得該怪獸的控制權到結束階段 那隻怪獸會變成不能發動效果 也不能攻擊宣言 有點像是精神操作的效果 不過他的限制是不一樣的 是讓怪獸不能發動效果 也不能攻擊宣言 那你可以當作另一個素材 或是當作融合同步超量等等的素材來使用 也可以進行解放 也可以配合自己的永續魔法和宇宙的交信 來把那隻拿到怪獸變成復活點 第二個效果 場上有陷阱卡存在的場合可以發動 將我方場上一體怪獸解放 場上一張表示表示卡片破壞 他也是非指定效果 不過他的條件是綁定要表測或是陷阱怪獸 條件比較不容易 你可以配合一效果 把一效果拿到的怪獸解放掉 他是一張泛用的六階解藏怪獸 但只有轉移一回合而已 在回合結束沒有用掉的話 那隻怪獸還是要還給對手 那總結來說 這次人造人卡片其實出的強化幅度沒有那麼大 但是還是有構成了一個簡單的系統 主要就是用這張魔鏡導師抓系列的魔線 可以抓這三張比較強的魔線 好像宇宙的法則 電腦雷射光和宇宙的交信 這三張比較實用 那這張宇宙的法則則是有檢索系列怪獸的效果 當對方選擇要覆蓋的話是特招人造人 但是如果對方選擇不覆蓋的話 可以檢索系列的怪獸 大致上會檢索這四張 那其中這張電子巨人算是蠻重要的 因為他是一個手牌的特招點 只要對方的蓋牌比我方還要多的話 就可以從手牌特招 然後這張中人造人 只有他在場上跟墓地 會把自己的名字變成人造人 原本人造人當然就不用說是牌組的主角 然後這張威脅的人造人 是新的怪獸 這幾張是比較強的 那這張六星就是檢索點跟特招點 那這張中人造人的話 他有可以解放自己檢索人造人怪獸的能力 如果對方有蓋陷阱的話可以特殊召喚出來 那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認識一下一些輔助的精英單卡 這些你可以考慮加入牌組裡面 第一個是魔法卡呼星天移台 他是將場上或是手牌的六星怪獸 放到牌組最下面 然後抽兩張牌 因為人造人這副牌組有很多的時候 手上會卡人造人 你就可以利用這個把人造人給放回去 然後抽二 那因為聖顆龍的關係 他出的時候就不出成宋木 所以放到牌組最下面 等於是就沒有辦法再度利用 非常的可惜 再來這張速攻魔法實現解除 機械族的泛用卡片 讓機械族怪獸攻擊力會變成兩倍 結束階段會破壞 再來是這張亡命左輪槍龍 他也是暗屬性機械族 那他的效果是 當暗屬性機械族的怪獸被破壞的場合 他可以從手牌特殊召喚出來 那他本身的攻擊力是兩千八 然後手背力是兩千二 是一隻滿大的怪獸 戰鬥階段的話還有一個效果可以發動 放棄自己的攻擊機會 丟硬幣 然後依照那個數量破壞表測的怪獸 如果說直到三個的話 會再加抽一張牌 等於說你直到兩個的話 就可以破壞兩張怪獸 直到一個的話就是破壞一張怪獸 直到三個的話可以破壞最多三張怪獸 那他是到那個數量為止 所以即使直到三個 你也可以只破壞一張 這是由鬥哥認證的 破壞率高達87%的 亡命佐人槍龍 再來這張炸彈蜘蛛 他也是暗屬性機械族 他也是啟動效果 破壞暗屬性的機械族怪獸 跟對手一張表測卡片 然後你可以選自己 那人造人這系列 有很多暗屬性機械怪獸可以被破壞 你可以配合小人造人 觸發他的效果 或是配合這個亡命佐人槍龍 把他自己炸掉之後呢 把手牌裡面的亡命佐人槍龍給特招出來 那他還有第二個效果就是 破壞對手的怪獸可以扣血 假如他破壞的是旁邊一隻 自己的怪獸跟對方的怪獸的話 還可以再多扣血的效果 再來這張鋼鐵襲擊者 是一張場地魔法卡 他可以讓暗屬性機械族的怪獸 一回合一次防止戰破 而且在受到戰鬥傷害的話 還會加他的攻擊力 第二個效果 暗屬性機械族以戰鬥或效果破壞卡片的話 可以在特招手牌裡面的 暗屬性機械族怪獸 等於是說你可以接連的特招一些暗屬性機械族的大怪出來 用來配合這個人造人或是這個亡命佐人槍龍使用 那再來因為六星的怪獸很多 所以六階級的超量怪獸是一定會放的 使用的六階級超量怪有這些 像是膠血鬼 他素材是泛用素材 六星怪獸乘以兩體以上 他還有一個附帶條件 就是如果說以控制權原本是對手的怪獸來超量的話 等級可以當成六 所以你可以利用精神操作或是洗腦來操控對手的怪獸 那不管他等級多少都可以當成六 膠血鬼本身的效果是拔素材送目對方一張卡片 然後怪獸被送到對方目的場合可以發動 拔一個素材把那隻怪獸給守備表示特招到自己場上 所以你就可以先做一隻膠血鬼 拔一個素材送目對方一張怪獸 再拔一個素材把那隻怪獸拉到自己場上 然後你再製造一隻等級六的怪獸 你就可以再出一隻膠血鬼 大概是這樣子 在這個永遠的淑女 六星的怪獸乘以兩張 他也有其他的超量方式 就是在彈釘上面超量 這個用不到就暫時先不提 效果是一回合一次拔一個素材 從牌組送一張卡去目的 二素的 在對手回合也可以發動 另外他被對手破壞送目的的話 可以特招彼岸的額外怪獸 你可以特招融合怪的彈釘 或是那張同步怪的彼岸的獅人 再來是這張M7星聖 他也是六星乘以二 他也有一個其他超量方式 在星聖的怪獸上面超量 那他的效果是 拔素材選雙方場上 或是目的的一張怪獸回到手牌 好那這個在對手回合並不能發動 雙方的場上跟目的 所以你可以解場 也可以回收自己目的的實用資源 好這是光值奔爆標 傷害步驟以外拔一個素材 無效對方場上的怪獸效果發動 並且扣對方一千分 好很簡單的康對方怪獸效果 最後一張是迅雷的騎士蓋亞 可以在六階怪獸上面超量 好那效果是可以給貫穿傷害 好這個就是用來增加打點用的 比方說你淑女用完效果之後 你可以把它超量成迅雷騎士 貫穿對方兩千六 好大概是這樣的使用 那這些六階的超量怪獸要怎麼做呢 只要利用這個念力巨人就可以做了 比方說你發動這張宇宙法則 好對方選擇覆蓋一張陷阱卡 你就可以特招一張人造人 好之後對方的場上的蓋牌 就比你還要多了 好就可以從手牌特招這個念力電子巨人 然後這兩隻都是六星怪獸 你就可以出任意的六階超量怪獸 對方這張覆蓋的陷阱卡 這回合是還不能發動的 所以人造人可以離場沒有關係 這回合還不會構成威脅 好那就可以再繼續做你的招 這張念力巨人在做超量怪獸還蠻方便的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來介紹一下 這副牌組的走向喔 這副牌組有兩個方式可以組 好第一個是存人造人的走向 如果你要組存人造人的話 這張中人造人就很重要 好因為只有他在墓地會被當成人造人 好可以讓你的效果可以比較順暢的發動 好比方說我們手上有這個中人造人跟這張宇宙的法則 好那我們先發動這個宇宙法則 好假設對方選擇要覆蓋一張陷阱卡到場上 好那我方就可以特招一隻人造人上場 好之後你把這張中人造人給通招下來 然後發動他的效果 把他自己解放掉 抓這個威脅人造人到手牌 之後呢可以確認對方的蓋牌 對方場上蓋的這張一定是陷阱卡 所以你抓到手的這張威脅人造人 就可以直接特招上來 之後呢你可以再發動這個威脅人造人的效果 因為你這時候目的已經有一張中人造人 你就可以把中人造人給復活 然後把對方的陷阱卡給破壞掉 好那或者是這樣 假如說你目的有一張陷阱卡 然後你場上已經有一張人造人 好你可以利用威脅的人造人他的效果 從手牌特殊召喚 並且等級4為6 然後你就可以出這張念力堆疊者 假設對方場上有一隻怪的話 你就可以拔一個素材把它搶過來 發動你手牌的永續魔法和宇宙的交信 好把這張搶過來的怪獸給解放掉 好然後從目的復活剛剛所拔掉的素材 好那另外一個方法是配合自明天晴的卡片 好自明天晴有三張非常關鍵的卡片 第一個是這個消心騎士 在召喚特招成功的場合 他可以堆一張自明天晴或是新遺物的卡片到墓地去 好那另外一張是這個自明天晴的反制陷阱 自明天晴三降陰 好他的第一個效果是當作反制陷阱來使用 場上要有自明天晴的link怪 第二個效果在墓地的話 把它自己除外可以發動 從牌組或是除外區 將一張暗屬性機械組怪獸加入手牌 當回合會有誓約只能夠特殊召喚暗屬性機械組的怪獸 好這個效果不只可以抓天晴怪 你也可以抓人造人 好你就用消心騎士把這張卡給丟到墓地去 你就可以檢索任意的人造人怪獸 好雖然說他有綁定誓約 但是人造人幾乎都是暗屬性機械組 所以沒有問題 好另外一個夢幻崩界自明天晴 他的效果是從墓地除外 並且選一張表色怪獸來發動 將牌組裡面的暗屬性機械組怪獸送到墓地 對象怪獸會上升攻擊力是那隻怪獸的等級乘以100 那效果發動之後呢 自己只能特殊召喚暗屬性怪獸 這個效果不只可以丟天晴怪獸 也可以丟人造人怪獸 好你可以把人造人丟進去墓地裡面 這樣子你就可以方便你的做招 好因為很多人造人的特招卡片 都是從手牌或是墓地 等於說你墓地一定要先有一隻人造人 好那人造人天晴的展開路徑就是這樣子 比如說你下一張消心騎士 然後先丟一張四星去墓地 好那他還有第二個效果 當場上沒有其他怪獸的話 可以雙方升一個Token 就雙方升一個Token之後呢 這個Token拿去變成栗子球 這個墓地的四星可以除外 然後把七星跳出來 然後再用栗子球跟這七星做加拉提亞 好這個時候七星在墓地 四星在除外區 你就可以把七星再移除掉 然後把三星給丟到墓地裡面去 現在除外區有一隻四星跟一隻七星 你可以選其中一隻你喜歡的 把它洗回去 發動加拉提亞的效果 好覆蓋一張反制陷阱到後台 之後呢將加拉提亞上疊消心機神 好然後消心機神就可以把另外一張 除外區的怪獸給填回來當作素材 好然後呢你再用這兩隻去做捕食植物 這個時候墓地還有一張三星可以用 就把這個三星給移除掉 然後復活加拉提亞上來 最後呢再發動這捕食植物效果 支付兩千複製真紅眼融合出龍騎兵 那坐到這邊的話一定會很疑惑啊 奇怪那怎麼做半天人造人在哪裡呢 答案就是下一盒你的反制用掉之後呢 你的人造人就會跑到你的手牌裡面 好那為什麼先攻這樣走是因為 先攻對方不會蓋陷阱啊 但是後攻的話就不一樣了 假設說對方已經蓋了一堆陷阱 好那你手牌有這張威脅的人造人 跟這張消心騎士 好你想要破壞掉對方的陷阱卡的話 就是下這個消心騎士 好然後把反制給丟到墓地裡面去 好那這個時候目的就有一張陷阱卡了 好你就可以特招手牌裡面這個威脅的人造人 好之後呢你目的裡面的反制陷阱再除外掉 然後把人造人抓到手牌裡面來 好之後發動這個威脅人造人的效果 把它解放掉讓人造人給特殊召喚出來 好那之後呢會後續處理 把對方場上的覆蓋的陷阱卡全部給破壞掉 對方的陷阱卡都被掃除之後呢 你就可以在這邊再繼續做事了 因為現在這個時代呢陷阱卡基本上是慢力回合 所以大部分的牌組的陷阱卡比例都不高 只有在對特定對手的時候 對方的陷阱卡比較有機會 可以讓你發動人造人的效果 好像是幻變騷靈啊或是黃金果之類的 在以前的時代的話 這兩張卡一定是非常主宰環境的強 好因為早期的遊戲王是以陷阱卡作為防禦手段 好像大部分的牌組都會有耐落啊或是雞流障 或是神聖彗星這類的坑 好但是現在的話就已經過時了 因為他們都慢了一回合 而且呢在面對幻變騷靈啊或是黃金果的時候 其實還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像是紅色重啟啊或是閃電風暴 這些都比人造人的卡片可以更容易的重創對手 比人造人其實有一點深不逢時的感覺 好那我們先隨便組一下喔 這是新的純人造人的牌組 好我們這邊的話 好因為一開始要有陷阱卡喔 所以就放了三張無限炮影 好一張天龍雪域 好天龍雪域是1101出的一張強力陷阱卡 可以特招對方目的的怪獸 之後呢雙方場上各一隻同樣種族的怪獸給出外 好那也可以不要處理 就單純特招對方目的的怪獸 好那再來這個大補貨物 大補貨物也是可以配合這個宇宙交信來使用的 好那這邊的話人造人放三張 然後這個電子巨人放三張 然後這個魔鏡導視放三張 中人造人放三張 然後這個威脅人造人放三張 其實有點太多啦 人造人可以少放一點 然後這個不能特招的其實也可以少放一點 好那這個亡命佐倫槍龍放兩張 然後手坑的部分 輝流琴三張 生殖居三張 然後這個巫夫一張 好這樣巫夫是因為很常會被 殖民者給除外人造人 好那被這樣除外的話 你又要重新再堆一張 非常的麻煩 所以放一張巫夫來防止 好那這邊的話抽率系統是用 強欲金滿之壺 因為沒有其他更好用的 好系列魔線的話放了三張宇宙法則 兩張實現解除 然後一張電腦雷射光跟一張 和宇宙交信 好然後兩張木子 那額外牌組的部分的話 交邪鬼兩張 光子爆一張 然後人氣一張 永遠淑女兩張 好新的人造人疊放者兩張 然後有的時候還是會用到魔鏡 跟這個中人造人去超量召喚 好所以也放了一張深淵潛伏者 好然後其他泛用的 令和怪獸放一放 好然後槍管龍放一張 好然後彈釘放一張給淑女來跳 好那基本上這副就這樣組阿 基本上可以發揮人造人的完全的特色 好不過強度是真的不優 好因為你先攻的話最多就是 出一張魔鏡導師 你也只能做一隻六階超量 然後不知道可以幹嘛 好但是你後攻的話 除非是打現行卡比較多的牌組 好要不然你的人造人 根本就換不到任何的優勢 因為對方的地場怪很可能都會比這個人造人還要大隻 好所以不是很好用 你喜歡的話你可以玩玩看 好那再來是天晴人造人 好那這個部分就是以自明天晴為敵 然後加上人造人的卡片 這邊的話威脅人造人放兩張 好然後一般的人造人放兩張 好然後這電子巨人放一張就好 其他部分的話只取宇宙的法則 好因為你的主角不是人造人 所以只有宇宙的法則有幫助你做招的方法 好然後呢愚蠢的副葬放兩張 好然後這個反制放兩張 好其他都是天晴的基本料 好三張消心騎士 然後兩張古雷法 一張四星一張三星 兩張七星然後一張心臟 然後隕石啊跟真紅眼的部件 好那大概是這樣子 六個指名者 三張輝流三張居然後一張笑分 好一張抽牌 好大概這樣子 好那這個古雷法 還可以丟人造人來特招 好算是有搭配到這樣 好那額外牌組的部分的話 就基本上跟原本的天晴是一樣的 好大概認識一下 正紅眼龍騎兵兩張消心騎士 好透普羅吉的三種怪獸 然後連馬魚者 然後這個哥哥 然後獨角獸 然後妹妹 好然後這個窮局執行者 好這個IP 然後這個虎石植物 然後這個栗子球 好大概是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 就來看一下對戰影片 好那一樣網址會放在留言區 這個是比較純的人造人的主法 那當中有展示到一些特色 好就放給大家看 好這場對方是考慮 好就考慮開始做了 好這邊一張手很優勢 所以就是看當作的方式 好這邊的話 他就放一張 有一張 有一張 就是打的 就是當威加盤的主法 然後就是當威加盤的主法 然後就有一張龍騎兵 然後扣 改一張 就這樣子 好這怪怪的啊 這 不應該考慮做成這個樣子 好那換這個 首先先發動一張精神 操作 操作這個 補食植物 然後 吃兩天 發動超融合的效果 然後被對方給 無效 好這邊 召喚中人造人 然後可以發動效果 結果 抓一張人造人之後 確認對方的蓋牌 然後剛好是陷阱卡 就可以特招出來 然後再發動 因為對方目的有一張陷阱卡 這邊是雖然你有確認過 但是你不能夠把他當成已知的陷阱卡 在規則上是不行的 是因為對方目的有陷阱卡 所以這張威脅人造人才可以特招 然後發動他的效果 從手牌特招一隻人造人之後 把對方的蓋牌的陷阱卡全部破壞掉 好這邊的話電子巨人的效果 解放自己 把對方的怪獸變成永續陷阱 放到後台 好然後就可以繼續攻擊 好那這邊因為對方的魔線數量比我方還要多 所以特招這個電子巨人上 那對方發動了機殼再新 上場的會一回合間無效 好那這邊召喚 好那因為對方場上有陷阱 所以我方可以特招這個威脅人造人 然後對方連鎖G 好這是效果特招會抽一 好那是剛一張電子巨人造人 那這個時候效果都會恢復 那這個機殼工具再抓一張 好這邊連鎖都可以倒一張 好這邊上幾八萬就沒有了 好然後 戰破這個威脅人造人 好他兩千 他這個地有陷阱卡 所以手牌還有一隻是可以 先先發動中人造人效果 不過因為解放自己發動 所以他不會受到 好所以不會受到這個季波的影響 好只是說讓他少確認一張蓋牌而已 先特招一個威脅人造人 然後因為對方魔線區還是比較多 所以在特招這個電子巨人上場 好在場上的話可以發動效果 好雖然說有技波 但是你發動效果的話 處理的時候是不在場上的 好所以會直接特招目的一張人造人之後 把場上的陷阱全部都破壞掉 好然後這邊的話用這個 電子巨人去攻擊對方的機殼怪 好那這邊的話 他被視為永續陷阱 好所以這個擺浪刻度是沒有辦法使用的 好包括他的擺浪效果一樣 好 那對方沒有辦法 這邊是必須使用 想要別擺浪 好再來用 這邊還有一張很威脅的造型 用發動而已 好在旁邊打掉 好這邊的話 第二部也是比較純的人造人打法 然後他搭配的是這個 劍襲的魔術師 好對方是寶玉獸 好第一場是後宮 好這個天馬 把紅寶石放到後台 然後這邊丟一個G 好特招成功 然後覆蓋兩張 好那換這邊的回合 好這邊的話 現在場上跟墓地沒有陷阱卡 好所以先製造一張無限炮影出來 好然後發動和宇宙的交信 好這張是永續魔法卡 好那一開始並不一定要使用 好這邊的話 特招人造人 好這邊的話 特招這個威脅人造人 然後再出這個魔境導釋 好然後抓這個宇宙的法則 好然後可以發動 讓對方選擇要不要 好對方選擇不要覆蓋 你就可以檢索人造人上手 好那這邊的話 再把人造人丟掉 然後讓威脅人造人可以發動效果 好破壞對方兩張陷阱之後 精神操作 然後做這個交血鬼 好然後拔一個素材 可以把對方一張怪獸送墓地 然後再拔一個素材把他抓過來 好然後這邊的話 用宇宙交信的效果 把他給送墓地之後 復活墓地一張機械組怪獸 好就總攻擊 好就這樣死了 好四海蠻有創意的 好那第二戰 他先攻 好這邊先下一個魔境導釋 抓他的魔線 好抓宇宙法則 然後發動宇宙法則 對方選擇覆蓋 就可以特招人造人上場 好然後對方覆蓋是螺旋書生 好是蓋牙 好然後這邊覆蓋兩張卡片 好換對手的回合 對方先出這個龍魔導守護者 好然後呢 這個被無效是非指定的 所以可以連鎖 好就先把這張給破壞掉之後 把他給無效掉 好注意要破壞到陷阱卡 才有這個追加效果 好這邊發動螺旋融合出這個天翔蓋亞 好然後發動螺旋槍殺 好把它轉手然後貫穿 好結果他沒有注意到這邊有魔境導釋效果 好傷害計算前可以把魔境導釋跟對方怪獸給破壞掉 好最後在結束階段呢 他發動了沉睡的綿羊特招4隻Token 好那這邊的話就隨便打都打得死 好那總而言之這部牌強度如何呢 先攻的話其實是天晴的正規展開啦 那一般的人造人的展開的話你也只能擋陷阱卡 其實比較無力一點 所以要打先攻的話是跟人造人是完全無關的 最好都不要抽到 後攻的話可以破除陷阱卡用 這也是很看對手喔 假如說對方的牌組本身就是陷阱比較少的 好人造人也是沒有什麼發揮的地方 好在支援續戰能力的話其實非常普通 好在整部牌裡面的亮點 只有威脅人造人他的特招非常的自由 好然後可以破除對方陷阱卡 好那其他的檢索啊 還有被對方解場之後的續戰能力 好其實都不是很優秀 好對方解光了就沒有了 那現存的問題就是陷阱的依賴度太高 好牌組的連動性不佳 好就是你一開始一定要有一張陷阱卡 你才可以跳這張威脅人造人 好可是你的人造人本身又會說你自己的陷阱卡 你就不知道要放什麼樣的陷阱卡 可以讓你的牌組比較流暢一點 好那總評的話大概是77分 好目前的話 人造人其實沒有一個很良好的出路 好不過你可以當作是對黃金青的背牌 放在天晴牌組裡面 好不過他的力量也沒有說想像中那麼強大 好所以還需要玩家再繼續的開發 目前網路上找到的影片其實看起來都不太行 好那不知道會不會補強 好因為六月底還有一個卡包要出 好畢竟層之內的卡片還是可以期待一下 好可能之後人造人會再出一些相關的卡片 好也說不定 好那這邊引用一段日本的部落格所說的一些話 好他意思是說威脅人造人為出動點呢 需要使用陷阱卡 好但是呢一般的人造人他自己又會無效陷阱 好在這樣子互相矛盾的一個設計之下呢 你主牌需要更加細膩的調配 好那如果說翻成比較白話就是說 一個凸子要陷阱另一個凸子無效陷阱 我不知道出這個到底是在幹什麼的 好比起另外兩個主題 好人造人在設計上是比較不適合主牌一點 好雖然說是這樣子 我還是在網路上打了很多場 可是不管怎麼試我還是找不到一個訣竅 好那後來我問了一些朋友 他們終於告訴我說打人造人這副牌有一個很重要的秘訣 就是你人造人他的攻擊招式一定要喊出來 喊出來才會有力量 好你打牌才會順 那這一句激發人造人重要潛意的口號 我們只教這一次 那大家把他記下來 高雄發大財